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拜登再度追殺中國 這一回合白宮禁令主要聚焦三個科技項目 一個是AI一個是晶片 還有一個是量子運算 而這三個項目 基本上都要確保美軍的科技優勢 能夠長期的領先 同時中國為了這個新的封殺禁令 至少集下了超過五十億美元的訂單 搶購AI相關的晶片 但是同一時間 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的過程當中 至少召集了五十七名相關的科學專家 中國說要強調科技自主 但是習近平被卡脖子是一波比一波更加的嚴重 這也使得中國內部的壓力一波比一波大 這一個禮拜以來包含了碧桂園 包含了南海控股 這一些地雷風暴 已經直接干擾了中國房地產 跟這個金融產業再度惡化 緊接著昨天公告的進出口資料 使得中國的通縮壓力 事實上再度惡化 然後這一回合過去 將近半個多月以來的天災人禍 使得內部的民怨沸騰 網路上有各式各樣爆料的民怨的 這一個沸騰的影片 而這樣的影片 當然反映的也是中國內部的民情 這一回合的民情事實上可能帶來民變 災變 政變 跟軍變 而背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有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是董立文老師 大家好 再是朱岳中 大家好 再是黃創蝦 大家好 再是文杰 大家好 好 我剛講 這一回合北京要面對的 真的是美國全方位的組合拳 然後中國內部的天災人禍 跟經濟的惡化 事實上還在惡性循環中 可是拜登今天簽下的簽署禁令 主要聚焦三個項目卡中國 一個是AI 一個是晶片 還有一個是量子運算 AI剛好 這個昨天美國盤的NVIDIA股價下跌 事實上也拖累台灣相關的AI股票 今天是全面的殺盤 好 從下剛看到的是CNBC的專題分析報導 白宮這一回合再度追殺中國科技 這七年的晶片禁令之後 拜登又欣簽了一個敏感科技的一個禁令 然後明年開始要實施 這個敏感科技禁令裡面包含了三個項目 第一個是先進拜導體 第二個是量子運算 第三個是AI人工智慧 而且這一次白宮開中民意就講得很清楚 這一次的禁令是因為國安考量不是經濟問題 重要的就是要保護美國下一代軍事創新的核心技術 在軍事科技上的競爭 不管是網路監控情報通訊 還有各個機密的打擊 通通都要領先中國 而且在這裡面的時候 他還下了一個特別的地步 除了這些敏感技術 對中國加以限制之外 還授權美國財政部 去監管美國企業任何的資金 對中國的實體投資 所以包含連金融戰都同時的在啟動 而在整個這個命令裡面 還有一些關鍵的是說 過去美國對中國很多禁令實體清單 中國都會走個後門港澳地區 所以這一次的禁令裡面 也是直接把中國香港澳門並列 都是被關注地區 所以這個禁令裡面 中國想要像過去一樣利用港澳成為一個後門 這條門也被整個中國給美國給關了起來了 然後這個時候 當然對中國來講 他是從晶片禁令之後 第二次習近平又被卡了脖子 那中國當作氣噗噗的 氣噗噗的出來就開始全方位的譴責 美國又是要脫鉤斷煉 然後呢 先是由美國駐美大使館的發言人 直接的開始來捍衛美國精神 說這個禁令是背離了美國一旦的 市場經濟和公平競爭原則 指責你美國背離了你美國的市場經濟 然後呢美國中國的商務部也出來直接的痛批 這個東西是一個脫鉤斷煉 然後環球時報也跟著用社評來痛罵是說 這個會破壞中美合作經濟合作 目前正在營運起來的好的氛圍 製造出非常深的含義 然後認為說整個美國叫做科技圍城 而這個圍城他們預告你最後美國會自己倒霉 因為你圍了以後 你會把美國自己變成一個驗塞壺 不過整個這樣講法那是他們官方的立場 對於中國來講呢 在這個時候因為這個禁令呢 其實討論了一陣子 那討論一陣子的時候 所以中國其實很多企業很多人都知道會有這個禁令 而且明年才實施 所以金融時報特別報導的是 百度、抖音、騰訊、阿里巴巴 即刻的立刻搶下訂單十億美金 要去搶輝達的A800GPU 然後為什麼要去搶 而且今年底以前他們叫要搶到交貨 另外再砸四十億美金 去搶訂明年二零二四年也要搶這樣的GPU 所以他們是打算在美國正式把這個門全部關上之前 搶先要去搶晶片 搶到這些晶片 希望他們能夠搶到一些到手之後 能夠先去度過這一段 而在這裡面呢 所以美國的國會呢 也看到這件事情了 認為說現在A100這種最先進的已經被禁了 可是A800這種沒那麼先進的 所以中國還是有空隙可以鑽 而雷蒙都這裡面還覺得說 可能還有些縫隙 還有些漏縫要把它弄起來 為什麼就是剛剛想到A800他們就趕快搶 A100搶不到 比較低階一點的 比較沒那麼先進的先來搶了 而現在二十八奈米以上的 就是二十八六十四這些奈米以上的晶片呢 半導體中國呢 過去的雜大錢投資 至少佔了這個比較低階製成的晶片 佔了世界七成以上 那實際上很多的產業還是需要這種比較低階晶片 所以雷蒙都也覺得這部分美國要去處理 不然的話 中國也可以用這些比較不是先進製成 比較高階的晶片 用這些低階晶片去破壞市場 造成全世界的困擾 所以可能下一步繼續去圍堵 繼續去防範中國專控器 可能美國還會再出更多的手 而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那中國呢 除了罵一罵 除了叫一叫搶晶片之外 能夠做什麼呢 所以中國也是國安問題 也出來他們的國安部宣稱說 架旱者的限制 也是因為國安問題 他們只能在原材料方面 對於美國進行一些報復 好那我請教月中 也因為這個封殺禁令 剛好這個適逢昨天的這個盤 特別是美國盤AI的股票也跟著跌 事實上今天台股就受到一個蠻大的衝擊 沒有錯 如果單純台積電的這個公佈的7月份的營收來看 其實是蠻漂亮的 他以7月份來說 7月份是今年以來的次高 而且是近半年來最高的 那如果以歷年的7月來比的話 也是歷年次高 怎麼看都覺得很好 可是今天台積電還是下跌 那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兩個 一個就剛創下提到 因為這個美國AI的經歷出來 另外一個就是美超維 也是輝達的AI伺服器的第一大供應商 昨天也是公佈財報 結果是不如預期 大跌了23%多 連美超維都跌這麼慘 那台灣的這些AI的相關個股 那就不用說了 所以今天真的是哀鴻遍野 我們可以看到台積電已經算跌少的 偽創跌6.5元 跌5%多也是算少的 因為接下來廣達技嘉 來自於四星KY都是跌停的 那還有散熱模組的齊鴻也是跌停的 那其他華碩跟葉達也比較不是那麼純的AI股 所以今天跌幅稍微少一點 那實際上其實大家不好 其實並不是說這個AI不看好 而是昨天的美超維其實他們也有提到 是因為這個揮達的晶片功不應求 做不出來嘛 所以我沒有辦法生產AI伺服器 是這個原因 所以導致這個我的這個營收不如意區 那再來大家還關注到 另外中國的通縮的問題 雖然中國之前一直打死不承認會有通縮 可是7月份的數字出來就是告訴你 CPI真的就是負成長了 雖然只是負0.3 但是6月份是0 那你7月份確確實實CPI已經負成長了 那你到底有沒有通縮呢 好那當然國家統計局第一線的這些官員 當然出來說沒有沒有 這個只是暫時性的 之前快要通縮的時候他們也說不會不會 那現在有了他就說只是暫時性的 這不禁止我想到包爾兩年前也是通膨上來的 他一開始也是說沒有 那有的時候他又說暫時性的 那接下來中國是不是又真的就要通縮了呢 來我們給大家看一個比較長期的走勢圖 因為這一次的通縮大家說 哎呀這個就是兩三年前以來的第一次嘛 可是你仔細看我給大家2000年以來這個長的圖形 過去中國發生通縮 第一次2000年的時候網路泡沫化 第二次08年金融海嘯 哎這個也是世界性的大災難 再來疫情也通縮這沒有問題 那請問你你現在為什麼又通縮 那顯然你沒有理由嘛 唯一的理由就是你自己經濟不好 因為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指標 PPI也是持續的負成長齁 7月份是負4.4要特別注意到 PPI已經連續十個月負成長 因為PPI本來就是一個經濟的一個領先指標齁 好那所以很顯然的 中國這個通縮真的沒有話說了 那經濟不好也大家都知道 好可是問題是如果就學理上來說 你通縮經濟不好那很簡單嘛 政府只要刺激性政策經濟就上去了 可是問題中國就沒辦法為什麼 第一個政府本來就沒錢經濟不好 更糟糕的是竊一屁股在 請問你要怎麼做刺激性政策 再加上民眾根本就不敢消費 因為如果你再看另外一個數字 中國今年以來民眾的儲蓄力是大幅增加 這都在告訴你大家預期接下來的景氣不好喔 好那再來對內不好那對外也是一樣喔 就是出口的問題喔 那我們在之前也一直在追蹤 這個美中之間的貿易關係喔 那美國因為現在實施所謂的 禁案外包政策 我們之前都持續追蹤這個數字 那最新上半年的整個數字出來喔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整整衰退了25% 可是相對較於墨西哥對美國出口 卻是成長5.4% 尤其是六月份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數字只剩335億美元 這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新低喔 所以美中貿易逆差就減少了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個長時間的美中貿易逆差 大家特別注意到 在2018年就是川普開始打美中貿易戰的時候 貿易逆差曾經減少喔 大家注意喔這整個線都是逆差喔 所以上去表示逆差減少喔 那後來到拜登上來的時候 整個逆差又增加 所以之前在2022年第一季的時候 曾經單季貿易逆差高達1100億美金 但是現在最新的第一季的數字 只剩653億美金 所以顯然拜登這段時間的政策 已經發揮效果了喔 那再看到中國本身的大問題喔 我們也持續追蹤碧桂園 我們昨天就提到碧桂園的楊慧元 辭了董事長 欸現在已經出來證實了沒有錯 因為由另外一個常務董事呢 丁姐來接了這個任職 這個位置了 那楊楊慧元跑到哪裡去了呢 沒有人知道喔 因為現在整個中國的房市非常非常的慘喔 我們看到北京的豪宅 欸在北京三層樓的別墅 原本價格要2.38 2.46億人民幣 結果呢 把拍拍了兩拍都沒有賣出去 甚至現在只剩1.38億 換句話說折價折一億多下來 結果還是流拍喔 我們再看到整個阿里拍賣 在七月份有152個物件 實際上也有高達62件是流拍的 那以成交的90件來說 也有87.78拍 所以雖然已經成交 但是實際上成交價格去 低於原本的估價 那表示價格很差嘛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我們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拜登 今天這度簽署投資禁令 那主要聚焦封殺中國的科技 包含AI晶片以及量子運算 但是今天媒體也追蹤傳出來 中國事實上正在召開北泰河 北泰河會議當中 據說還同一時間找了57個相關的專家 要追求的是中國科技的自力自強 好董老師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博文博的專題分析報導 但是中國能然是官話一句 就是中國科技要自力自強 是的 我在談中共的反應之前 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這次這個拜登政府 對中國的這個科技的這個制裁 在六月份的時候 美國的媒體就一直傳出來了 那現在我們看到了這個內容 其實美國的資深官員 有用一句話來形容 說這一次這個拜登政府 是用小院高牆的這個方式 來解決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威脅 那我發現我們台灣媒體好像沒有注意這句話 所以我我去稍微解釋一下小院高牆 是2020年11月份的時候 美國國會中國特別小組那個科技 科技組的提出了一份報告 那個報告就是在建議美國的因應策略 小院高牆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small yard high fence 其實其實這個不是美國的諺語 這是中國的諺語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以後對這個中國的這個這個科技的這個制裁 要精準打擊 小院的意思就是縮小範圍 可是針對性明確 高牆的意思就是這個嚴格的管控 滴水不漏 這個叫小院高牆 好回過頭來 我相信中共已經知道說 拜登政府會公佈這個制裁禁令 所以說今年的北戴河會議 就召集了一個所謂的57名專家 在北戴河的休假會議 我實在聽不懂什麼叫休假會議 不管他說休假會議就休假會議 那由這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他來組蔡奇 他來主持代表黨中央代表國務院 那看一下這57個專家大致上是分成兩類 一類就是高科技領域的包括 AI還有這個量子運算等等的 半導體等等的就是被美國制裁的這些領域的 這個高科技專家 另外一個是這個醫學生技領域的 包括獲得他們勳章的那個中南三馬 那些人都來參加了 有趣的是新華社報導 新華社說從1998年以來 中國的官方已經邀請過22批 1300個專家有參加過北戴河的休假會議了 一個個點 2001年國防專家 2002年社會科學專家 2003年醫學專家 2004年東西部區域專家 2005年這個獲獎的高科技專家 2007年教育專家 2009年創新這個創業專家 然後直接跳到2019年 說2019年這個有50 邀請了58位各行各業的專家 從2009一跳空了10年 我覺得新華社這個報導是在黑習近平 然後從2019又跳到2023 中間又空了5年 我們都知道習近平執政12年的紀錄 他根本不相信專家學者 他不相信智庫的報告 他還不相信他自己官僚系統 給他寫的建議 他都不相信的 我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這個中共胡錦濤 他實在他電立了一個規矩 或是一個制度 每個月的政治局集體學習會議 大家還記得吧 每個月要開一次 每次都找一兩個專家 那個就是真的很深入 你一下找五六十個 那就大拜拜了 可是一次只找一兩個 那是真的 結果呢 這個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會議 從2023年開始 從今年開始 被習近平一樣開 集體學習會議 可是學者專家不見了 習近平親自主持 結果學習什麼 學習習近平思想 學習習近平講話 然後我查一路到七月 七月份 習近平可能覺得 他唱獨角戲 已經唱了好幾個月了 也不對 又找了一個 中央黨校的副校長 來講七月份 今年 講什麼 講習近平的 中國式的現代化 這個就是 習近平 對那個專家 學者的態度嘛 那就更不要說 日本的媒體 其實有去追蹤報導 就這一次的北戴河會議 是有史以來 第一次 中共的黨內元老 全部都不出席的會議 全部沒有 那是什麼意思呢 應該是這麼看啊 習近平 他連黨內元老的話 都不聽了 他怎麼會聽你學者 參加的話嘛 然後你再注意看 習近平過去 他自己講的 當習近平碰到問題的時候 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不是科學 不是專業都不是 是勇於鬥爭 敢於鬥爭 用鬥爭的方式 來克服任何問題 好 科技可以用鬥爭處理嗎 我覺得 我覺得人比較容易用鬥爭處理 政敵比較容易用鬥爭處理 但是現在科技 不是用鬥爭可以處理 習近平認為人定勝天 他跟那個毛澤東 是走一路子 人定勝天 天有多高 人有多大膽 哎呀那個 地有多大膽 對地有多大膽 習近平是走這個套路的 好 那 日本的媒體特別去訪問了一個 中共體制內的人說 那這個現象代表什麼意思啊 就是第一次北戴特會議呢 從來都元老都不都不參加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啊中共體制內的人就說呢 這個就代表說哈 這個習近平他一人集權統治 他完全改變了過去中共那個領導階層的 集體領導的那個制度被改變了 這個制度被改變以後呢 那麼未來這個中共糾偏 就是這個糾正偏差的這種這種 這種糾偏的這種功能就會喪失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喔 拜登最新的封殺令喔 主要是聚焦在中國的AI晶片跟量子運算 現在呢天天討論封殺 中國的不僅僅是白宮還有華爾街 特別是CNBC每天都有相關的專題 好明顯剛剛看到的是花街知名的 避險基金經理人靠巴斯喔 對於美中脫鉤的評論 以及喔新評可能發動台海軍事熱戰的 這一個回應喔 然而白宮的團隊 今天的最新行政命令的封殺令 主要能然是要確保美軍跟AI科技的領先 對這一個美國總統拜登喔 那再度簽署喔有關包含像 AI科技或者是量子運算這些所謂的科技禁令 那去封殺這個中國可能喔 竊密的這些風險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要回頭去看喔 其實這動作源於喔 其實兩年前2021年喔 其實當時喔 美國政府的一個獨立AI委員會喔 那他屬於國安的委員會喔 那提出一個厚達756頁的這一個報告喔 中間就警告喔 那特別是他的這個執行長 就是這個前Google的執行長施密特 那呼籲說美國必須要從兩個手段來嚴禁 中國可能在AI上面超車 第一個要防堵喔 中國可能喔 透過竊密的方式取得美國的AI技術 或者資新 第二個就是說 美國自己本身也要加速投資 這個AI的這個技術喔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作 主要在於說 這個華府看到說 中國國務院其實過去在2017年 早就頒布像這一個報告喔 那中間談到說 中國要在2030年喔 那在AI包含像他的理論也好 或技術也好 應用上面喔 那要達世界水平喔 那這個說法並沒有說要超越美國 不過讓美國已經感受到相關的威脅 第二個就是說 習近平其實早在19大的五中報告裡面 也提到針對解放軍的軍力發展喔 從過去本來要求解放軍現代化 本來是集中在兩個 第一個是機械化 第二個是信息化 第三個在這個時經點 突然加上所謂的智能化 那這個智能化就是所謂的AI技術 也就是說看到 似乎北京已經也發現說 美國跟蘇聯過去在冷戰期間喔 其實我們過去在科技戰爭 這個晶片戰爭這一本書裡面也介紹過喔 美國就是因為晶片的發展 想獲得軍事上面的優勢喔 那等於說最後在冷戰中勝出 那北京似乎也想學這樣的一個模式喔 所以全力在發展所謂的AI技術 同時也要運用到這個解放軍的技術上面 那拜登簽署這項經理最重要的喔 那外界解讀說 第一個是要確保解放軍 無法獲得美國的資金跟技術 來發展他的這個軍武喔 那第二個就是說 晶片上面也要讓這個達到兩個目標 第一個讓這個中國在國外買不到 第二個在國內也產不出喔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才不可能喔 去威脅到美國的這個科技領先 那當然確保這一個所謂的 AI的技術發展喔 其實五角大廈在2021年這一份 我們講到AI委員會公佈報告之後 他隨後在隔年的這個戰略報告裡面 就已經提到說 21世紀戰場上決勝的關鍵就是在AI喔 所以也強調說這相關的 AI的技術發展當然也要加大投資 那AI的委員會本來是建議說 美軍現在來講喔 一年大概只有投注15億美元喔 這樣子發展AI 那應該要一大口氣喔 拉升到80億美元喔 那才能夠穩住自己喔 AI上面的優勢 那這些科技上面的 這些AI技術的這個測試喔 其實我們過去一兩年來 也談的非常多喔 包含像這個中間 最多就是美國這個DAPA 高檔的這個技術研究署喔 那他中間其實發展 包含結合民間的技術發展一套喔 無人機上面叫這個SkyBorg喔 那空中伯格的技術 其實運用到無人機上面 中間也進行過非常多的模擬對抗喔 其實在去年 這個等於說SkyBorg 他的AI的這個技術模擬喔 這個AI飛官 其實他已經能夠在空戰中 擊敗真正戰術精湛的這個F16飛官喔 那同時運用在這個時機上面喔 其實去年底我們就看到喔 他也在測試用這個F16戰機 改成一型叫X62A代號喔 其實他上面運用一套叫Vista的 這一個AI系統 無人操作 那用F16戰機他的優勢是比 傳統的無人機 無人機我們知道 他速度通常都比較慢喔 那能夠掛載火力也比較少 那真的用F16如果能夠用無人 直接空戰的情況之下喔 那透過等於說他上面 比較推力比較強的發動機 甚至可以喔跟對方進行 所謂Dogfight就是纏鬥 那甚至火力也會更加的強大 那還有包含像海面上去年 前年都有類似喔 包含像美國海軍組成所謂幽靈艦隊 從這一個譬如說 這無人艦上面直接就可以透過 他的一個箱形的發射器喔 發射標準六型飛彈喔 那打擊遠在250公里外的 這一個海上目標 那甚至最近其實波音也對外曝光一段影片喔 就是他研發的這個 所謂殺人精的無人潛艦喔 在水下喔 直接旁邊還有真的海豚在那邊喔 拌遊 那他就把他這一個無人的 這潛艦的尾桿把它升起又放下 收回 他可以在水下自主航行數個月 未來如果加裝魚雷 甚至可以佈水雷 或者是反艦飛彈來講喔 那當然也是AI作戰上面的力氣 那這些部分其實都可以看到 美國確實也在加緊 一方面發布禁令 砍斷中國可能切密的管道 第二個就是自己本身 加速AI的這個研發 那所以先前呢 其實也傳出說2021年那時候 美國五角大下新成立一個 AI的這個研究室喔 他首席研究官喔 其實當時是份額喔 這一個辭職 因為他講說 美國如果再不中視AI 可能很快就會被這個中國超車 不過現在新任命的這一位 AI首席的這個研究官 叫馬特爾喔 他最近出來就講到說 其實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美國不管是在資訊 或技術上面 絕對會贏這個AI的部分 絕對會遙遙領先中國 好 除了AI跟科技大戰之外 事實上中國現在內部面對的 天災人禍喔 事實上已經導致民怨沸騰 好 明老師剛剛討論了 中國好大喜功的公共建設 可能喔 這個很難應付天災人禍的考驗 那這一回合的天災人禍 事實上也確實造成很大的民怨衝擊 好 那我們在講這些詞時候 我們兩個詞常常連在一起的 天災人禍 天災人禍 對一般老百姓而言呢 他天災呢可以理解 但人禍是不可接受的 尤其人禍越嚴重的 越不可接受 我們上次節目的時候 已經提過幾個問題 今天我們把一些部分呢 再強化 然後再引申出來 讓大家看看說 這次大家到底是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你剛剛標題不是說 天災人 中國天災惹民怨嗎 其實不是天災導致人禍惹民怨 這可能更加準確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我們回到第一個問題 水從哪裡來 大家都說颱風 然後這個大雨 大水什麼 可以理解 沒有錯 有一位旅居德國的華裔的水利專家 叫王威洛 王先生就講 他說你看北京下來的水 有兩個水路 一個從永定河往下流 然後另外從大清河往下流 那麼永定河那一條我們不講了 那大清河那一條往下流的話 正常呢 是經過雄安新區 然後到白陽町 然後再進行新修的這個河流 進渤海 那就是這個 就入海的那個水道 我們上次講過 雄安新區的三個地區連結在一起 然後把它打造成新的雄安新區 它的核心呢 就叫白陽町 什麼叫町呢 町就是積水的地方 或行水的地方 白陽町就是從古以來 它就是比較低洼的 就行水的地區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地理位置 假設說這個是北京市的話 雄安新區幾乎在正下方 然後這個 剛剛講這卓州呢 或霸州呢 在它這個西南 所以照理來說 這正常走法 剛剛講說正常走法 第二條就是水往下 然後從這裡呢 去出海了 結果它變成要繞到這邊 然後想到這樣就繞出去 這是一個不正常的走法 那為什麼要繞呢 因為要保雄安新區 要把習近平跟黨中央的面子 問題在這裡 好 所以問題再出來了 官方說 他說 除了剛才講這之外呢 大家這個 還有一點沒有注意到 我們讀中國的東西 讀的時候很小心的 因為我們想想說 他為什麼這樣說話 一般來說 你說這樣淹水 你說啊 這個卓州淹得很高 淹到六到九米 甚至最高的也到十二米 各位看那些視頻短片的畫面呢 有淹到幾乎到那紅綠燈的 然後那些救災人呢 坐了這批花燈過去 手可以幾乎可以搬到 那紅綠燈的那個燈柱 所以水是很高了 那官員就出來講 啊水這麼高啊 所以退水呢 要退一個月 你隨便想想你覺得很正常 但你仔細想想不太對勁 你要退一個月的話 那比如說 那根本海裡面是出不去的 才會退一個月 王威洛先生講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他也就是官方講到話 是告訴你 他們判斷呢 因為七下八上呢 它都是這個 都是中國這個 向來的這個紅綠季節 所以他們判斷還會有大水 還會有大水呢 那還要洩洪 也就是他們認為 洩洪可能還要一個月的時間 他的話是這個意思 那這樣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剛剛這樣 一路上講下來 我們回答什麼問題呢 水從哪裡來 對 一部分是水從天上來 但你從中國古池的 這行水道上走出去的話 那不會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但是你現在 繞過雄安心區 要避開雄安心區 要保護雄安心區 你讓水特別走 濁著的話 那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民怨是從這裡來的 那麼也就是王威洛先生講 中共治水是 他要讓水往哪裡走 你就往哪裡走 所以連淹水的 都要聽黨的命令 他要淹老百姓 淹老百姓 要淹農民就淹農民 但他絕對不會淹黨的 這第一點 水從哪裡來 第二點 你說我現在要從這邊行水 而不從正常地方行水 然後從那邊過去 那有個辦法 可以 每個國家有時候 不得已都得這樣做 你要保護文化古蹟 保護什麼重要的設施 什麼發電站 醫院 什麼等等 你說我水 現在不能往這邊走 我要從另外一邊走 可以 你事先計算之後 你事先通知 然後大量撤離 撤離完之後 然後答應什麼呢 我在那邊設立地區 我設所有的民生的必需品 糧食 飲水 醫藥 什麼等等 全部準備好 然後我告訴你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回去 然後回去之後 如果行的話 就回去重建家園 如果不行的話 我幫你搬遷 這東西都做過 大家不要忘記 中共剛才在節目 大家看到三峽大壩 中共在當年搞三峽大壩的時候 搞過這個事情的 不管大家對新居 滿意不滿意 但他至少幹了這個事 好 那從來這個 你完全可以這樣做 這個颱風上來是有點突然 但你決定行水 你有幾天的時間 現在大家都說 8月1號開始淹水 不是的 我常常講 讀中共的東西 很仔細地讀 7月29號到30號左右 北京附近已經開始淹水了 30號到31號 有的地方淹淹得非常厲害了 而中共的第一道文件 什麼都出來呢 8月1號出來 這已經是太慢了 用台灣標準來說 你幾個小時之內 不出來的話 你不用玩了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看見 預警不及時 那麼 而且還一點問題就是 因為你現在要走那個卓州 卓州很多地方呢 是這些鄉下地區 或者是農村地區 農村地區跟城市地區 有很大差別就是 它人口是比較分散的 它分在鄉鎮村裡面 基礎設施相對薄弱的 救援是比較困難的 你如果不及時轉移的話 一旦那紅風來臨的話 那斷水斷電 那之後那犧牲性命 就非常厲害了 那時候呢 受災地區 想向外面去發手機訊息 幾乎都發不出來 更不要說 中共有時候為了隱瞞災情 它故意要切斷通訊 因為免得訊息往外出 大家不要說 你亂講 大家回頭去看一看 前兩年 這武漢肺炎嚴重的時候 那疫情嚴重的時候 中國很多地方不就斷訊嗎 疫情不會導致斷訊的 只有官方會斷訊 為什麼要斷訊呢 不讓你真次消息往外發 不讓外界知道 我裡面疫情嚴重什麼地步 所以同樣邏輯 中共對水災地區 它還是這樣做的 這是第二個觀察 第三個觀察呢 我們注意到 在中共治理之下呢 官員作秀呢 大於救災 老百姓都注意到了 這個水淹的最厲害 7月30號 31號這個濁州地區已經開始淹水了 老百姓說 8月1號就開始發巡人啟示 濁州的這個市長怎麼不見了 濁州的書記怎麼不見了 我們現在緊急巡人 失戀好幾天了 你們怎麼都不見了 好那最後終於 河北省委書記8月1號出現 他突然在哪裡呢 他沒有到災區啊 就跟我們那天講張國青啊 他沒有到災區 各位去看一下 他沒有到災區 他去到邢台市的信都區的一個橋 然後指這個指導什麼救災 各位看一下那畫面 當地人乾乾淨淨的 沒有什麼嚴重災情的 這第一個 第二 宁岳峰第二點去了什麼地方呢 他去了滿城區的龍門水庫 濁州市的小青河區 然後去看這個白溝河什麼等等的 然後去各位看很多地方 沒有什麼大水淹過痕跡 汽車都還在 如果大水淹過的話 各位看完那畫面 那汽車是衝走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那堆好多人在那裡 然後地上還相對很乾淨 他拍到那個人的腳 地上很乾淨 表示沒有淹過水 也就是我們絕對不是這個血口噴人 我們說中共官員沒有到災區去看災 他才是一個傳統 他不是今天才這樣幹 他是 他是 他是他們的傳統 從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 好 那林岳峰最後站去哪裡呢 去了熊安 去熊安了 他說什麼呢 熊安新區是我省 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 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 確保千年大計 國家大事萬五一四 要層層的落實責任 要讓熊安質量變成金字招牌 熊安出問題的話 他這個生活書記大概就有問題了 所以他呢 就算中央部告他 他會這樣幹 把那水繞過去 那我們就對比一下 台灣領導人怎麼看災 台灣領導人如果敢這樣看災的話 明天大概就不用玩了 18年的時候 蔡總統到南部去看災 全程是雨邪 然後直面災民的要求 然後這個災民跟他束褲 講了半天 他很難受 然後這就臉上寫了 不管大家喜歡不喜歡 他站在災民面前 這是第一位總統 第二位總統 2009年8月份 馬英九總統高雄暴雨 他下去看災 在大雨當中傾聽民眾的抱怨 沒有人給他撐災 各位看到 中共官員去到那邊的時候 基本上的這個風停雨止 然後天氣晴了 在那裡去看災的 所謂看災的 那我們的總統呢 大雨當中傾聽民眾的抱怨 沒有人打傘 然後呢 民眾不斷地折磨他 他沒有發怒 他聽 聽完了 第二位總統 第三呢 有網民曬出來 當年蔣經國總統肝災的時候呢 他的身體一半在水裡面 他曾經跟救災官兵睡在一起 你說要作秀也好 你大陸官員做給我看看 你說我看看 這麼多年來 我們做過這麼多次節目 我們沒有看過一次 當時算是做了最好的一個 李克強就是穿了交鞋 然後像沾泥而已 就是這樣子 習近平去到貴州很遠的地方 他是皮鞋乾淨的 站在乾地裡面聽著講話 所以我們常常講 上有上行下下 或上有好者下必有勝焉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話呢 這就是民主跟專制的區別 剛才翻譯裡面 有一詞沒有講出來 他說這些就是專制的領導人 他們心中所想的事情 他想要去打烏克蘭 他想打台灣 但是完全沒有把老百姓的生計 跟民生疾苦或者經濟 放在他心裡面 我再說一次 這就是體制差別 這就是我們不喜歡 共產主義的原因 我們不如說民主有多好 但相對來說 民主可以問責 他不好我可以罵他 再不好我可以不選他 甚至我可以罷免他 或者起訴他或幹什麼 如果他犯了法的話 但在專制社會裡面 我們做不到 這是我們不喜歡 專制社會的地方 我們不喜歡專制社會的地方 還有一點 你不救灾就算了 你還造假 現在很多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洪水沒有退 但是媒體開始報導 抗洪救災的英雄 所以他們找到 抗洪救災英雄 比他去救災速度快得多 我們前天講過 央視一個畫面 8月2號的畫面 直升機下來救災了 然後把人一個調上去了 調得非常辛苦等等 秋華你從後來 網民從那個畫面的角落 看到什麼呢 旁邊呢 有人在那邊 有一些民眾在那邊看 然後路上沒怎麼淹水 水有淹 對水淹到哪裡呢 淹到腳踝 淹到輪胎圈的下面 就他在那邊用直升機 在那邊吊掛 弄了半天 為什麼沒有看 你在戚風苦雨當中去救人 去幹什麼 就你看看這些東西呢 這就讓我們想起什麼呢 我們兩三年前呢 在武漢肺炎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講過一件事情 2020年 當時武漢肺炎非常嚴重 中共高官呢 我們都說 向來不太進入災區 就有一次編謀人就進去了 誰進去了呢 女的副總理孫春蘭進去了 你還有這印象吧 她去聽簡報了 然後很認真在那邊聽 然後手擺在背後 吐了肚子 然後聽聽聽聽了半天 好了 那官方把她畫面也PO出來了 這個孫春蘭副總 總理嫌這個 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命 然後去問問災民 然後認真進去簡報 指導這個什麼 是如何防疫什麼等等 好 很精彩 旁邊網民呢 把那個 把他們拍到的視頻PO出來 她在遠處拍到 孫春蘭是在一個大樓的頂樓上面 在家蓋的地方呢 在那邊聽 根本就沒有人在那裡 那個極為安全的地方 絕對不會傳染到病 也不會是碰到病毒的 在這地方 下來之後呢 那些老百姓非常生氣 就指著大媽說 假的 通通的假的 孫春蘭充耳不聞 就這樣 以以然這樣走下去 所以 老百姓當然非常生氣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們現在知道 就是七個常委 習近平呢 最後一天露面時間是 7月31號 他幹什麼 晉升兩個上將 好 8月1號呢 說他發了這個指示 但是呢 新聞沒有講 他是不是在現場 嗯 然後李克強呢 也發了指示 但也沒有說 他是不是在現場 李克強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也是7月31號 主持國務院 常務會議 這兩個了 第三個趙樂季公開活動 是7月25號 嗯 他宣布免去秦剛的職務 然後會見 來訪的巴基斯坦 國會議員議長 好 這是第三位 第四位王滬寧公開露面 是7月25號到27號 在西藏調研 然後蔡奇呢 8月3號的時候 在北戴河慰問休假的專家 嗯 而不是在慰問受災的老百姓 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就是 習近平離開京城的時候呢 蔡奇會不離左右 所以蔡奇那時候在那裡的話 習近平應該也在那裡 嗯 好 丁薛祥 這次露面是7月28號 在陪習近平參加四川成都 這四大運 最後的李希公開活動 7月25號到29號 在新疆調研 所以我們才跟大家講 8月1號開始 中共黨媒沒有報導過 中共高層的任何公開活動 為什麼啊 全部躲開來了 好那最後有趣了 有網民就講 他說我以為呢 能在疫情中看到你 可是我沒有看到你 我以為在火災中能看到你 可是我在那裡 沒看到你 我以為在水災中能看到你 可是那裡我也沒看到你 我以為在困難中能夠得到你的扶持 可是我依然沒看到你 最後我發現 只有在慶功宴上 才能找到你 成功永遠是屬於你的 這就是老百姓的心聲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 跟粉絲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推特特館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 收看我們的YouTube以及IG帳號 每天也都會上架兩支短影音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追蹤擴散傳播 好謝謝大家謝謝 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